全新2023款的现代图圣L 自从改款之后 这台车的产品力度非常不错 咱们今天来看看 现代图圣L的2023款LUX两驱尊贵版NLINE 现在多少可以拿下 外观方面 不得不说 韩系车的颜值确实很高 4米68的车长 1米865的车宽 1米69的车高 2米755的轴距 让它有更好空间 面对同级对手也更加具有优势 整个后背相容机能够达到488升 日常家用完全够用 内饰方面 相对于上一代车型 和外观一样基本没有变化 主要是对配置进行优化升级 环抱式座舱 全景大天窗 四幅式的方向盘 带换挡拨片 10.25英寸液晶仪表 10.4英寸中控显示屏 搭载最新4.0车联网系统 配置方面 像倒车影像 车道盲区影像 全速域自适应巡航 前方碰撞预警 车道偏离预警 主动刹车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等等 都是配有的 动力方面 这次重点是 全系换装了8AT的变速箱 该版本搭载1.5T直列四缸 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为200匹 峰值扭矩为253牛米 它的WLTC百公里 综合油耗仅为7.09升 对于一台SUV来说 这个油耗表现相当不错 目前像LUX两区尊贵版N-Line 在部分地区落地 已经在16个左右了 当然啊 由于各地行情是有差异的 左下角链接 了解当地最新行情 我们在立场